哈啰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 我是兔兔 郎 工作室的开箱说 大家一直问我们聚宝盆要怎么做 这聚宝盆其实就是一进门 家里的45度角关 它是左边45度角 右边45度角 就是在这个45度角大门进来45度角的地方 放上聚宝盆就对了 这就是你的彩位 放上聚宝盆 它就会更加的聚彩 然后我们除了放聚宝盆之外 像是冰箱啊 就会进来让它就是这样 有进有出 有进有出 就是你不要放那种太久没有吃的东西 那就要进来把它丢掉 对 只要坏掉你就是把它丢掉 就是进来你就要让它就是 就跟钱的钱一样要这样流动 就是没有赚钱 但你有花钱有赚钱有花钱 当然可以赚多花少嘛 但是你就是要这样子流动 其实整个状况才会是健康的 然后我问你哦 因为其实我们第一次有聚宝盆的时候 是上次在前一个旧家室 我们第一次放聚宝盆 对 因为那是自己的家啦 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什么 改变吗 对 我觉得有耶 你会觉得工作起来效率更高 我所谓效率更高是指赚钱的效率 就是你会觉得 一样在工作 但你就是会获得比较多的机会 你的付出的回馈比较多 有这种感觉就是 一样在工作 那你可能觉得 这个好像也是比较轻松的人做 就跟之前努力做拿到的东西是一样 可是这种东西就是相对的 我是觉得那时候一有聚宝盆之后 暗时就相对比较多 对 就是就像你说的机会就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带这个柴器 然后而且很重要的是 就是要带好柴啦 不要带那种 虽然有机会 可是让你很累的 其实也不是很好 对 对 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 聚宝盆会需要哪一些东西 第一样就是水晶本身 我们的聚宝盆是用水晶组成的 第二样就是 装水晶的这个盆器 第三个就是水晶球 它要放在所有水晶的最上层 大家可能就会想问说 那你这些东西怎么挑的 要怎么样才能挑到合适的 这么多盆要挑什么盆 这么多水晶要挑什么水晶 这么多水晶球要挑什么水晶球 反正呢 第一个一定先挑这个盆器 哦 摸一下 这我们在淘宝上面买的 我们就直接打聚宝盆 你知道 形状一定要挑这种口会收的 有没有 想想看 就这样 然后 钱进来之后 你要把它 你要好的就这样收起来 那种感觉 有没有 聚宝盆真的是越大 真的是越好 坦白说 可是就是 我们就是慢慢来嘛 所以一开始不要买太大 对啊 你可以 可以先有一个小的 然后慢慢感 先感应 你要感应的感受啊 感受一下 先感受一下 对对对 好不好 反正有很多种材质可以挑 有些人是用木材质的 有些人是用金属 就是铜啊 那有些人是用这种 类玻璃的 就是琉璃类的什么的 就是种类很多 你可以从这几种材质里面先去挑 你认为 你看了顺眼的 然后你喜欢的 然后大小合适的去挑 接下来就是水晶的部分 你要准备 五种颜色 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就是五行 木火土金水 木火土金水 没错 那就是每个五行 其实它有自己代表的颜色 有些人红色会有紫色 那大家可以去对照那个表 然后挑选水晶 大家就可能想说 蛤 红色水晶这么多种 紫色水晶这么多种 要挑哪一种 我觉得这就很感觉的啦 就是你喜欢就好了啦 对对对 像我们这一盆里面 我们也曾经用过葡萄石 像这个的话就是孔雀石 反正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可以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很困惑 你可以上网去查 孔雀石代表什么啊 会招什么东西啊 葡萄石代表什么 会招什么东西 像是孔雀石就是代表 会有人缘啊什么的 重点就是这么多种石头 还是要买到真正的石 反正一定要买真的石头就对了 你不要买那种 看起来颜色很形验 但其实是假的 要怎么看呢 就是它不要出来一批 然后全部真的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其实像水晶 你看它们都会有不一样的纹路 每一颗都长得不一样啊 这每一颗都长得不一样啊 这种才是真的水晶 虽然说白色 你看白色每一颗也都长不一样 黑色其实每一颗都长不一样 然后摸起来会冰冰的 这种就是真的水晶 反正就是这样水晶挑好了 买好了之后 务必确认好你的聚宝盆的大小 聚宝盆你要把它装到满 像这一个啊 就有点NG 就有点NG 因为没有装到满 水晶球的部分尽量挑到就是超大坑 越大坑 真的是越好 有没有 不一样有些人小而巧啦 像这一颗就是很漂亮的 有没有介绍这一颗 好漂亮 这个是我们在建国浴室买的 它超透的 那时候 介绍一下这颗是什么 这颗是太金球 微微的金丝 我就一直在想说招财嘛 那我那个比较正盆之宝 一定就是要用这个 柴 柴的代表 对我就挑了一颗 太金球 而且超 挑了一颗超级透亮 然后那个 太金丝就是很纤细般的 就是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我找超久 去见过浴室找的 只有这一颗我很满意 再来这里还有一颗 纸水晶球 这是我们在淘宝上面买的 为什么在淘宝上面买 因为台湾这么大颗水晶球 超爆贵 我这颗可能在淘宝上面买 只有台币大概3,800 在台湾这一个大小 大概就是要八、九千 实际要凸行 必须要提醒大家 因为淘宝毕竟就是 还是有可能会买到假货 除非你对水晶就是很有信心 你知道怎么挑 它看起来就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种看图片选的 不然建议还是看实体啦 但反正我们就想说 这颗反正就是要大颗就对了 我不管它长什么样子 但我们也挑超久 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啊我怎么不把它补满啊 跟大家说水晶要买同一批的 就是你这一次去买就要买主量 你可以省 但不要就是这一次买完之后再去买下一批 对 来跟大家说很重要 这个聚宝盆底下要放 168块的 钱 硬币 2个50块 然后6个10块跟8个1块钱 所以一定要准备这个 一定要准备好好不好 祝你一路发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为什么在这里 它白好 其实聚宝盆也是要定期清理的 就是 就是因为它会掉灰尘 毕竟是开放 所以灰尘会进去 你要把那些不好的杂质 给剔除掉再重新放进来 所以每一次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会就是今天要拍这个 顺便把之前的也拿出来清理 所以才会有10个 我们就从绿色来吧 就是这样 大小就是看个人好不好 如果大颗一点 凤凤就比较大 你就可以买比较少 然后就可以把它堆满了 然后就是这样好不好 我们这样 我们现在要来净化水晶 好的 净化水晶大概要30分钟吧 嗯 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再来 要装水 水要装超过 盖过水晶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海盐 不要用精致盐 要用海盐 好不好 各式各样的海盐都可以知道 它是海盐就好了 净化起来 然后呢 你应该好奇要撒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都凭感觉撒的 那等一下要搅拌吗 要要要我都会搅拌 我会用手下去 叉叉叉 是哦 对啊就是 我就是这样随便撒啊 然后可是你要够闲啊 然后呢我就用手下去这样 抓一抓 因为这个有加海盐啊 那个猫猫狗狗肾脏比较小颗的 要尽量避免它们来喝上面的水 不然 到时候做一个巨宝盆 动物要去洗肾 很麻烦 然后就这样静置 静置30分钟 水晶球其实也要进化哦 我会把它跟同样的颜色放在一起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的步骤 就是要挑石头 这个比较麻烦 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个已经把水弄掉了 因为刚刚就去倒了 那基本上就是 那个水倒掉之后呢 我会再倒一下清水 再稍微搓一搓地把它倒掉 然后倒不可能倒到全完了 然后平常我们是把它铺开来应该 可是今天要快速制作 所以我就想说直接来加速 拿那个宠物的吸水毛巾 这是万岁的吸水毛巾 超吸水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先做大盆了 对 对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擦干 这个超吸水的宠物毛巾 它已经立刻吸一块了 对啊 我会用两段啦 一段就是先用大的吸水毛巾 我先把就是大部分的水给吸干 然后再用小的 你要先放168块 那50块 然后60 我都很随意放耶 就是前先放底部 然后这样 尽量平就好了 因为底部一定比较小 因为肚子大 它是口跟底都比较小 肚子会比较大 好 OK 那我们就要先从绿色开始放 就这样很豪气的放进去就好了 好 平常你们要自己抓那个量 等一下小的就很明显要抓量 我觉得大的 因为我们这个瓮非常的大 所以可以直接 都丢进去 记得要那个 顺序要摆对哦 我们最下面就摆 木 火 在上面是火 在上面是土 在上面是金 在上面是水 我们是这样摆的 因为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OK的 就是这个顺序 好了 我们铺完绿色了 后来是 红色 红色 哎呦 这有水 所以啊 就一段一段擦好了 好 然后红色就是给它放上去就好了 我觉得 没什么问题 来 就这样 直接放上去 没有 等一下它就会 盖住绿色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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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铺完了 嗯 再来就是 黄色的 黄色的 黄色的擦干呢 它是黄色的狐焰石 这样还是蛮怪的 你的表情比较这样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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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 这个进化过程 拥有一条 吸水毛巾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不然你 不然你真的是会擦这个 擦到崩溃 因为它要这么细小 根本就很难 又不肯一颗一颗擦 我觉得聚宝盆的过程就是 各种的家庭代工 就是很 就是 产现啊 每一站都要自己喝 对对对 所以啊 愿望做 我要够 行 好了好了好了 下去下去 小狗狗 小狗狗 太靠近了 失焦 要去哪 wage NO 你乱进一天 哎呦 你不要咬我 黄色的也搞定 这是虎眼石 白色 白色的 白色也放滿了 好 白色 GO 太好了 這次擺得非常的剛好 對啊 來 關鍵時刻 我們要把關鍵的水晶球給放上去了 我放囉 就這樣啦 放到這裡就好了 大盆的聚寶盆就好了 沒錯 你就把整盆放到你45度角 沒錯 就是你的彩位了 太完美了 這就是我們工作室進來的45度角 我覺得這裡應該還有一扇燈 好了 就這樣 太完美了 結案 來我們第二盆 聚寶盆 對 一樣 你要躲進去啦 這樣可以 來 放上去吧 就是這樣 來 上面那個燈打它 給它一個18塊 給它一個18塊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好了好了 我是希望萬歲不要對它有任何衝動的想像 好 就這樣 我們兩座聚寶盆終於 完成了 放在對的地方啦 我們就這樣完成我們兩個 聚寶盆 然後把它放在對的位置 大家記住一定要記住 進門的45度角 OK 呼籲大家 如果就是想試試看的話 真的跨出那一步試試看 然後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在財運的路上有沒有什麼改變 好不好 好 好啦 這就是今天我們給大家分享的 聚寶盆 製作方法 製作方法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一下分享 想要說掰掰 萬歲說掰掰 黃碎 又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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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